可是小姐生病了 所以奶奶就带她们去见十二伯姐 她们一直走 一直走 祖福国小学生所次当任解说研 向家长们解说绘本插画 学生们都很紧张 觉得很新奇 觉得很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在那么多家长面前说故事 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点难 那你怎么克服 就是放松啊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讲解的 也讲解的太好了 让我们了解的在里面的绘本是什么 什么创作 走入绘本的异想世界 世界绘本插画徐维展 教育部跟原养文教基金会 险在台东 长宾 祖福国小几半 绘集世界绘本总共有十件插画作品 绘本插画展它其实的目的是 除了阅读之外他还希望让孩子们透过绘本 去了解绘本插画的美学 让家长们跟台湾社区居民一起来认识绘本 带动阅读的气氛 同时最主要是要训练我们孩子解说的能力 世界绘本插画行为展 让学生跟部落族人看到精美的插画跟背后的故事 走入插画会本世界 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记者发握了 台东长宾采访报道